AI是非常强大的生产工具 问题是我们怎么样用AI帮我们赚到钱 在做自媒体这个领域来讲的话 就是说AI怎么样帮我们生产内容 然后要么卖东西 要么有流量 这后面就是变现 对吧 好 这个思路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它跟其他的工具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是就是因为AI它是如此之强大 它生产的内容跟我们以前用笔 或者其他的这种方式不一样 它太强大 它打开了很多很多 我们也难以想象的潜在的这种生产内容 和赚钱的这种可能性 首先从概念上这个角度来讲 我刚才讲到它是生产工具 有的人直接就是做AI的知识分享 传道 步道 我告诉你AI是怎么回事 后面大模型是怎么回事 训练是怎么样 算力是怎么回事 这个为什么跟电力又有关系 等等等等 还有另外一些人呢 就是卖铲子 我给你介绍这个工具 那个工具怎么样抠图 怎么样让图片变成这个视频 怎么样让这个一个模特 然后不用拍照片 用AI让他换装 把这个衣服卖出去 等等等等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例子 但我今天要给大家看的一些 希望给大家带来启发的例子 就是用AI来生产短片 这个短片大家都知道 有很大的这个流量 那么也对什么版权 对所谓的原创性要求要低一些 那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应用里面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看看有没有对你有所启发 好 我们看见过就是用AI做风景 用AI生成一个这样一个漂亮的图片 放上一点背景音乐 然后在后期里头加上一点运镜的 这样一个感觉 图片变成了一个视频 然后就做一段视频可以发 我们看到好多这个样子的 这个都是一个美景的这样一个图片 然后就做成这样一个视频 这种播放量也是可观的 好 那我们也看到过用AI去做宠物的 猫啊狗啊 长颈鹿啊 可爱的老鼠也没问题 大家还记得几年前 我给大家介绍那个蜘蛛 那样一个案例 看起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 但是居然他还能出周边 那么多人愿意看 那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话 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用AI去宣传宗教 对吧 可以做成比如说名人名言 还有用他来做电商带货 还有呢 用他来做美女 这个美女的问题 我谈过好几次 就是AI的美女最开始出来的时候 第一波有很多人通过这个赚到钱 到现在还有人通过这个赚钱 但是你现在去做这个东西 已经晚了 很大的可能性会被拒绝加入YPP 好 这前面这个风景啊 猫狗啊 或者AI美女啊 这个你看到了 它有什么特征啊 就是它只是在根本上是一个图片 然后图片硬把它做成了一个视频 它里头缺乏的是什么 缺乏的是一个故事 我们讲视频 它展现的是一个故事 或者一个情节 而一个图片你把它动起来 笑一下或者是转个头 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图片 这里头没有更深层次的内容创作的 这样一个可能性 对不对 好 是传达的是一个画面和一个情绪 那如果在短片里头 真正的要让一个短片火爆起来的 持续火起来的 一定是要让大家看的 有极高的观看完成度 这个观看完成度 恨不得是300%或者280% 150次起步价 就是你得从头看的一变还不够 这个样子 这才能火爆 火爆是啥意思 上百万千万上亿的这样的播放量 这就在火爆 在短片这个世界里头 上亿的播放量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可以赚上万美元一个视频 这个就是有可能产生的 靠这种美女 靠风景 靠猫和狗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但难 那么猫和狗的这样一个创作方向的话 有不少同学来咨询 我都会建议他 不是光弄一个图片 让他跑来跑去 而是要通过他来讲一个故事 故事才能抓住人 好 注意看 接下来我给你看 这个有点特别 机器人 你看这个播放量 5000多 4000多 3000多 2000多 1000多万 千万级的总播放量 你再看这边 还有一些例子 600多万 500多万 200多万 也就是说 这个是有可能的 达到爆款的 这样一个可能 对吧 你不要看他这个88万 今天是88万 这个视频将来 如果油管推他的话 他有可能运渐变成8000多万 顺带说一下 一个短视频 他今天 是什么样的播放量 或者是讲前面几天没有人看 并不等于他将来不会火爆起来的 我们看见很多这样的短片 在几个月或者是上百天 或者甚至是半年一年以后突然就火起来的 这种情况 所以短片有很多这种奇迹在短片这个世界里发生 那你讲这个东西跟我们前面讲的美女 猫 狗和风景有什么差别 我们看 我们再看这个频道的5900多万的播放量 好 相信你已经有感觉了 对吧 这个跟猫狗不一样 因为猫狗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头 我们你把它弄得多么奇怪 我看看而已 对吧 所以我刚才讲的 这个东西 你得要一个故事 才能撑得住它 要不然我为什么要看你 我明明知道它是假的猫 你可以借用这个猫来讲一个感人的故事 或许是爱情 或许是这个反暴力 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 那它只是承载 就像当年的猫和老鼠 Tom and Jerry 一个意思 但是你看这个美女的 你在看这个风景的 你要让它来承载一个故事 那你就写一个金句 用旁白画外音的这种方式来做 那也是可以 但是呢 那种方式就没有办法持续做成一个相当爆款的这样一个频道 你必须爆款 跌出 你做短片的这个频道 你才能够持续赚钱 你不能靠一个短片火爆了 两个多亿 好 那你就赚完那个 比如说一万美元 没了 你必须 恨不得每个月都能生产一个爆款 那么你每个月比如说发30个短片 然后有那么一个可能过亿 然后有几个在千万这个级别 然后有几个在百万这个级别 对吧 是这样一个模式才是可持续的 那这种东西 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让大家看这两个频道的这个例子呢 就他创建了短片里头的一个潜心的模式 机器人干人的事情 场景是真实的 这个人看起来 机器人看起来也是真的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真的人在那边干活 然后把这个真的人抹掉 用这个机器人去代他 制作就是这样制作出来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让别人眼睛一亮 你第一次从来没看过这个视频的人 你第一次看到他 哇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现在机器人都下地干活了 擦秧了 有一批人是这样子的 那更多的人想知道他是做的 他里头还是假的 你们有四千多条评论 你进去看看 有很多人就是讲 你们都是傻瓜 我才是大聪明 我告诉你这是假的 然后你看他的手啊 脚啊哪边有什么阴影 有大量的这样的讨论 在这个里面 这些讨论会使得这样的播放量 上去会使得这个播放时长 上去会使得很多人在循环 这样播放 还有呢一些人在这边一直在循环播放 因为他在这读着四千多条评论里头的一些好玩的评论 所有这些东西都把这样一些视频推上热手 好 那么他 我刚才讲的 看新奇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就是说他看不同的场景 那意味着什么 我可以把任何的生产 生活 这种场景啊 通过这种方式 把里头的某一个人物 把它用机器人把它替代掉 这就是非常高级的二创 对不对 版权又没有问题 因为你不能否认 我用这个插秧的这个视频 然后我完全改变了其中一个真人变成一个机器人 你还来讲我侵犯你的版权呢 油管都不会站在你那边的 对吧 所以这个是超级厉害的一个原创的东西 那在这个技术上 我讲素材又是无限 并且不一定要是热播的 只要这个动作他没有看过的 刚才我们看见的产牛粪的 打架的 摔跤的 插秧的 或者背的小姐姐在跑的 或者跟狗赛跑的 或者踢球的 几乎场景可以无限多种 因为它是基于真实的一个生活的 一个场景 然后就是短片 就是不断的发 不断的发 不断的发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就会中奖 中奖 中奖 就会有火爆的视频出来 从故事性上来讲 它也没有故事性 因为故事是非常难创作的 你要借用猫和狗的嘴巴 来讲一个爱情故事 太难了 那个要别出心裁 那个要有你自己的原创性 那这种东西 你一旦开讲的话 你就受语言的限制 而这个动作呢 你不需要说话 插秧要说什么话 打架要说什么话 跑步要说什么话 炒菜要说什么话 不需要说话 那这就是这样 从传播这个角度来讲 这就是最好的一个赛道 不需要说话 我通通把这一类 这个短片 我给它贴个标签叫做什么 它叫做动作片 机器人动作片 那这个标签就是无比的广大 不需要说话 没有语言 然后可以无穷无尽的创造 当然不是这样 从此以后 你就可以三十年就干这个事情 当然也不是 但是通过这种方式 你如果能用这种短视频 让你赚三年前 这个钱基本上你可以退休了 我可以这样子讲 如果你做的好的话 所以今天把这个特殊的 这样一个生产方式 或者内容的 这样一个形式分享出来 希望有心人去钻研钻研 能够做得好 做得好玩 每一个刷到这个东西 前面这个短片 小姐姐下面一个短片 一个大肥脸在那说什么东西 突然刷机器人 一大堆小姐姐 中间有一个机器人在那扭 你讲好玩不好玩 好看了 大家都会停下来看了 对吧 所以你理解了 这个短片大家究竟在看什么的时候 这个机器人充满了科技感 充满着这个现实和虚幻之间的完美结合 不是吗 场景是真实的 人物是虚的 不仅这个虚的不是神话 是一个科学的东西 太厉害了 强烈建议 有能力 有心的同学 去尝试朝这个方向去做 注意 做短片 不要做长片 当然 我想不要做长片 是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弄得又臭又长 这种东西 8秒 15秒 就已经很棒很棒了 很长很长了 然后你非要把它做长片 你就把20个这样的短片 合集把它做在一起 发到你的频道里头作为长片 短片的钱你也赚 长片的钱你也赚 而且是超级的有原创性 非常棒 强烈建议 发了财的话 回来写写我一声 再见